如果那些人不穿過的話 我應該沒做到的 我應該要做一個節目 我怎麼又哭了 曾經限定女團IRI成員出道的歌手琴夏 去年三月分手前東家MNH娛樂後 十月前進歌手浦仔飯公司 近日她時隔一年半帶著新單曲專輯 《一你迷你回歸樂壇》 為宣傳新歌18號做客網路節目 趙仙亞的星期四夜晚 她提起對老闆普載飯的感激之情 還被新公司的暖舉感動到哭 我非常感謝 和社員們都非常感謝 我長期的工作人員 一起職業 所以我沒有忽略的問題 我沒有任何利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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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被問到公司最好的福利 琴夏也公開拒絕公司提案的故事 她透露在看了市長傳來的工作提議後 因為對某些原因感到負擔 而小心翼翼的拒絕 但新東家不僅接受 琴夏的原班團隊 市長也對於她現階段 想將還的工作給予支持 這讓琴夏非常感動 所以我當時 我只是在走路上 我真的哭了 我真的哭了 我真的非常感謝 我可能會知道 我這個感動了 我真的 我現在的姨姨姨 現在的管理員們 我真的有意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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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沉迷了 我又哭了 怎麼又哭了 不可惟